全台居個人數暴增 而各地衛生局到底有多忙碌 現在就帶您來直擊 新北市衛生局Call Center 一通又一通的來電 才剛放下電話 下一通又來了 小小的Call Center 30多個衛生局人員 電話接到手軟 還是來不及應付民眾詢問 更有人壓力大到 忍不住落淚 我的板橋去一天 我現在居家隔離就兩千八 我們的同仁我辦了去看他們 接電話都接到哭了 打電話都打到累 本來中央是說什麼 一個一週內要啟動居家照顧 我想那個來不及了 我們台北今天就已經全面啟動了 居個人數多到東北條 北市關懷包量能也見底 但雙北居家照顧衝促上路 尤其台北市辦到施行 僅短短三天 結果就是民眾反應電話打不通 遭衛生單位踢皮球 抱怨聲浪席捲而來 北市緊急再發醫護召集令 人力不足 北市趕緊擴大招募 雙北也要精簡作業流程 確診案例實在太多了 所以新年期10月20號開始 台北市不再公布足跡了 因為這個公布也沒有用 人數太多了 除了居家隔離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在整個通報的系統上 都要上傳 一方又要思寫及格書 減輕他們沒有必要的 這些文師作業 以及相關的電話 不必要的聯繫的方式 這個中央都是要去做好彈性調整 免得疫情海嘯還沒到 醫療量能先被壓垮 行政量能也亮起紅燈 環宇新聞 林維道平均台北新的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